每年7月1日香港除了有回歸慶典之外 亦有不少人直转这个日子上街游行表达各种诉求 而有不少艺人这日都为不同的团体发声 当中包括何韵思、黄耀明、黄毓民等 另外亦都有艺人选择凭歌技艺 好像李克勤和谢安琪 最近他们分别推出新歌 表达社会上的不同意见 对于友子阿K在这个时候推出这么敏感的新歌 有博宣传之嫌 但是阿诗和明哥就不是这么看了 我觉得对他不公平 我想我也写了很多歌是为社会发声的 我不可以这样说抽水的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付出代价 其实在这个这么坏的香港 我们说每一句比较诚实的说话都要付出代价 我觉得你这样说他其实是对他不公平的 还有我觉得在这个这么非常的时期 我们这么需要鼓励 这么需要能量 就是香港人是这么需要有这些声音出现 我觉得不要去猜度别人有什么心态 或者他有什么意图 我觉得那样东西其实你宁愿多些人出来说 多些人走出来好过大家都不要怕我被人说抽水 或者我怕有什么的后果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鼓励 所以我支持 其实有时艺人为社会发声 都是希望运用自己的影响力 号召更多人为社会出一分力 好像得到妈妈现身支持的阿诗一样 他就说全靠有明哥的鼓励 自己才变得更加感言 因为由出季至后来 我们一路并肩地争取平权 在近这半年整个香港的气氛 我觉得有时老土的说句 团结就是力量 当有另外一个伙伴 我们一起去走的时候 那样东西没有那么孤单 我觉得这个也应该去用在整个香港里面 就是我们大家没有人去走一步 那个其实就是力量 其实当时会有给你们一些压力 就是说不要说那么多话 怎么会不会呢 说很好 对了 暂时没有人直接跟我们说 对了 有可能后面有三点 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帮我们顶了 但是我就没有听到 肯明和何韵思 继去年七一高调走上街头 宣扬同志平权信息之后 今年他们再接濟例 在铜锣湾摆街站 向市民派发传单 贵为娱乐圈感言一族的阿斯和明哥 对于最近越来越多艺人 勇于为社会发声 但就惹来外界 怀疑他们背后有其他动机 矛头更加指向近日有新歌面世的謝安琪 阿斯和明哥都为阿K抱不平 我觉得对他不公平 我想我都写了很多歌是为社会发声的 我不可以这样就说 就是抽水的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付出代价的 其实在这个这么坏的香港 我们说每一句比较诚实的说话都要付出代价的 我觉得你这样说他其实是对他不公平 还有我觉得在这个这么非常的时期 我们这么需要鼓励 这么需要能量 就是香港人是这么需要有这些声音出现 我觉得不要去猜度人家有什么的心态 或者他有什么的意图 我觉得那样东西其实你宁愿多些人去出来说 多些人走出来好过大家都 就是不要我怕我被人说抽水 或者我怕有什么的后果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去鼓励 所以我支持 对的 如果每次艺人发声 大家都要估他们背后的动机 是不是想炒作人气 那就叫大家变成沉默的大多数 其实不止阿斯和明哥 选择走出来表达诉求 阿斯的妈妈都有现身支持女女 他们的目标更好清晰和一致 这次最大的数码是什么呢 最新的大多数码 都是 没有民主哪有平权 过去那十天 大家在网上做了民间的公投 然后有些人说接近80万票 说那80万票是水分 我觉得今天最好大家就用双脚 来说给大家听 那些是真正的 香港人民的心意和民意 王耀明和何韵思说 公司对于他们发表自己个人的言论 就没有给太大的压力 令到他们可以安心上街游行 和发表自己的意见 何韵思和王耀明今天参与游行 郑安琪临近七一的时候 推出了充满政治意味的新歌 被人说抽水 我觉得不是很公平 我觉得郑安琪也不是第一次唱歌 是关于社会的 而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很多方法 有很多人都在关心社会 都没有走出来的 这两天他做了一件事 其实是要付出一种代价的 我觉得这样说不是很公平 我每天都在放我自己的歌 在讲社会 我是不是在抽水 在香港这麽非常的时期 我觉得有人愿意去做一些事 就不要去质疑大家的用心是什麽 始终我都觉得有人发声总好 大家都不走出来 大家都各自做自己的事 我支持的 我觉得都需要勇气的 要去唱一首 在这个时候唱一首这样的歌 有些是在这个时候唱一首歌 有些人都在唱一首歌 是要唱一首歌 各位朋友 你们好 我是何韻思 参与七一大游行 希望可以为更多香港的性小众 和同志争取更多的权利 七一游行队5迫爆港岛 不少艺人歌手也都亲身上街 表达他们的诉求 歌手何韻思和黄耀明 就呼吁市民要勇敢争取自己的权益 我们诉求其实 和大部分的香港市民都一样 希望有真普算 希望呼籲所有的弱勢、所有的小眾 包括我們都團結起來 今天一起上街去表達對一個真正公義的社會 真正民主的社會 和渴求有真正沒有篩選的普選 何韻詩和王耀明昨天代表大愛同盟到銅鑼灣遊行 向政府表達沒有民主、哪有平權的訴求 其實我們希望呼籲所有的弱勢、所有的小眾 包括我們都團結起來 今天一起上街去表達對一個真正公義的社會 真正民主的社會 和渴求有真正沒有篩選的普選 說到謝安琪在遊行前夕推出的政治隱喻的新歌 明哥就覺得網友的負面批評和言論對阿K很不公平 阿絲則揚言阿K在這個非常時期有這樣的舉動 很有勇氣值得一讚 問到邀約藝人朋友支持遊行時被拒絕 兩人就說這只是各有各選擇 但也希望更多人可以站出來為社會發聲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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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